2023年就要结束了 而紧接着农历新年到来 各大宫庙也都先后祭出了开春活动 而其中复理箱的益胜宫 更是要举办首次的拔杯比赛 以及一个现在各知名的庙会大猩猩来助阵 而主委表示 希望大家农历春节能够来益胜宫参拜之余 也能开心好过年 2023年就要结束了 紧接着农历新年到来 各大宫庙也先后祭出开春活动 其中复理箱的益胜宫 更需要举办首次的聚焦比赛 以及现在知名的庙会大猩猩来助阵 初一早上 大年初一早上六点要开庙门 发财经 还有很多活动 就是我们这次的活动非常多 我们还有拔杯比赛 还有台北的大猩猩要来我们这里表演 表演可能会有三天 所以说我们三天的活动会很精彩 一系列的活动近期会公告在益胜宫社群网站 主委表示希望大家农历春节能够来益胜宫求平安之余 也能开心过好年 对 带动庙的香客会越来越多 地方上的人能够看到这些人也是很难得 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庙里参拜 春节直交比赛的详情 活动时间定在大年初一初二初三 到现场陪对报名就可以参加 时间以及奖金主委表示先卖个关子 越接近农历春节将会公布 就是要给信众最大惊喜 另外 周一早上六点开庙门发发财金 也欢迎信众前往参拜 接着高雄双福利箱采访报道